原本不會,但是確實來到節目之後 就感受到蠻大的壓力 像財醫館? 對,那個還好 一開始是完全不知道怎麼跟他相處 對,所以 因為我自然就是自己的養狗經驗蠻充足的 因為我從小就養狗 養小的狗 然後我爸喜歡大的狗 所以我們在柬埔寨就是高加索 養兩隻 我會拿來養兩隻 所以從大到小 我都養過 但來的時候就發現就是 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 就顛覆了所有的認識 然後 因為我來的時候其實幾位守護者 大概都已經 因為我看到名單的時候 發現你已經很完整了 那我是後面才來加入的 那 我其實來的時候就 因為我 我家有一隻浪浪十年 但是我 他在成長期的時候 其實我 我那個時候比較忙 沒有在他身邊 所以我這次來跳一隻 五個月的大狗 也是母的 想要補足就是 我跟他缺乏的那一段 但 但我覺得好像 我是在上一個 親手爸爸的課程 那有說好像想到 養兩隻狗的時候 想要有 那種附入家庭的感覺 我覺得我可以啊 但是還好 還好還沒 還好還沒 因為我媽以前有跟我說過 就是說 就 我們這邊還沒 就男人帶小孩都亂 有啊 還沒有有小孩 還沒有 有啊 有老大 小孩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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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面上應該都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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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結婚來懷孕 都還沒有 那 就是寫大概大概 我看起來 不好意思 有小孩 大家可能都緊張了一下 然後有小孩他要緊張 我媽媽說 我媽媽說 沒有 都亂教啦 我以前學的就是 可能不是 但是我這一次 我發現我自己確實 就是有在 一開始 一開始 所以其實是需要去做功課 甚至一起去上課 一起去 做一些 研究 就像那些 可能男人回到家之後 或爸回到家 看到媽媽對小孩 那些方式 他都會說你不懂啊 你不要來教這樣 現在很能體會 這儲格現在有交往的對象 有在觀察 有在觀察 這是曖昧的意思 不算曖昧吧 就 還沒有正式 還沒有正式要 就是我這 我這次說的 可以步入家庭 因為一定要跟對方 正式的去提 那這些一起養狗 一定要可以一起養狗 一定要可以一起 我有問過 我好像問過他們 好像問過 有 好像問過你們兩個 就是 如果 我今天可以問你們 如果 你很愛狗 但結果你的另一半 他不能接受 你們可以 你們會OK嗎 你們會覺得這條路走得下去 不行對不對 不是已經養了嗎 對 對 你已經養了 當然你已經養了 但你另外一半不能接受 你沒有這個問題 你都要養並進不允許 但是就是 對 如果還沒養的話 可能可以考慮 但是 可是已經養了 那不行 我也不行 我如果另外一半 是不喜歡動物的 那我可能 那我可能只養二子而已 所以這個對象是很喜歡 小動物 嗯 就 我目前 因為我已經有養狗 所以對方 就是交往交往下來 我覺得 一定要 因為我非常喜歡動物 穩交中 穩交中的對象 你其實不要想問對象 不要想問對象 對 對 對 你怎麼樣 直接趕快PASS過去 現在也在練媽媽的 趕快下一個 所以我會發現就是 好像從動物提到的 所以他喜歡貓不行 什麼 OK 我可以過去轉 只要是喜歡動物都行 都行 任何動物 對 不是 我跟圈隊 好像比較 有在交圈內的朋友 很高興跟大家合作 那你們大概在交往多久 哈哈哈哈 我就說一開始不能往後面就完蛋了 開了開了 等我 等我確認了 有超過一年嗎 有認識 認識 認識一陣子 不久 寵物也是需要配對的啊 寵物也是需要配對的 跟主人 對象有對著你的寵物做過什麼事情 讓你很感動嗎 寵物做過什麼事情 我覺得其實還好 我以前可能有 有交往過的對象 然後我去工作 然後 希望他不好餵狗 然後就這樣 不是 但結果他沒有餵 對 過了大概三四天 沒有餵 怎麼可能 但他忘記了 他忘記三四天 但是 但是 不是 狗其實 但狗其實 他的生存能力跟人不同 對 七天不吃不喝 他都不會死 我們也是啊 你會死七天不會死啊 你會偷吃狗死 你會偷吃狗死 他一直不死 那後來就分手了吧 其實在那一刻 天秤有一點清晰 確實 我在那一刻天秤 不會有一點點清晰 因為我確實很 沒有 我確實有很詳細的地方 然後 山米 我從來有帶到大 所以其實我把他當我小男 對 因為之前那個 中國的媒體有拍到 就是你跟一個女生 上酒店 那個就是助理 不是酒店啊 那是住的飯店 那是住的地方 那不是要承認 就是一般的 不是啦 你講沒錯 就是可能 說法不一樣 對啊 所以那個就是助理而已 還是他也是交往對象 不是不是 不是交往對象 絕對不是 嗯 我忘了耶 不知道是 應該應該是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沒有跟 上一部戲跟 同序的 嗯 合作對象好像沒有什麼 主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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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